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eZ.js强解 我是你的天心讲师,爱你 这讲完了插入值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板定表达式 板定表达式其实就是围绕两点来展开 一个是Gioscript的表达式 还有一种是固定器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GES的表达式 VueZ在数据板定的时候 它是全面支持Gioscript的表达式的 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Number加Z啊,像什么OK OK是真的,如果是真的 那么就输出yes啊,否则就输出no OK,还有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一段信息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空格 或者通过某个点 把它给它解析为一个数组 对吧,然后并且进行一个倒序排列 倒序排列之后呢,再让它 把它呈现出来 好,我们可以像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直接在我们的HTML的花括号里面 直接在花括号里面 双花括号里面 直接可以插入这样的表达式 好,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有这么一句 有这么一段 好 姓名 我给了双花括号name 然后呢,年龄 好,age OK,我们还是在Face的这一个 DAV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有内母的值 有age的值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像这样 把它插进来 行,我们看一下它的值吧 好,在这里 我们很明显的把这一块 把它插进来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仔细看 我的这个28,年龄28 我是没有用这个单引号的 如果我用了单引号 怎么样呢 它依然是可以插进来的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插入单引号之后 它是字符串的28 不再是数字的28 那么这个时候 我在age 进行一个加1 好,怎么样呢 28加1 理论上是29 但是由于我的这个age 28它是字符串 那么加1 它就会把它拼接成个字符串 就变成281 所以呢 在这里 哇塞 原来我有280级税 不得了 不得了 我自己的感叹 280级税 那么当然 我希望我能活280级税 但是如果你要让我算是 其中的200岁都是老年 那我也不愿意 我要是希望 只是最后20岁是老年 然后前面的260岁 都是我年轻时候 那么我肯定愿意 好 那如果把它去掉 我只写个28 那么行 它变成个数字28 数字的28加1 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 好 很明显 它成了29 OK 那么这样 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小的一个演示 一个例子的演示 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里 我们的这个age插进来之后呢 在画过画里面 它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运算 这一块给它插入 运算也要插入之后呢 现在一个简单的表达式在这里了 那记住 它不是一个语句 而只是一个表达式 那么语句的话 所谓语 所谓一个等式 那么我们还需要有个等于号 等于或者负值 那么在这里 我们不能插入等于负值这块 我们只能插入一个表达式 这是为什么呢 好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表达式 所在所谓的VUE实例的 作用域之内来做个计算 因为它的作用域 仅仅只是让我们单独的 这一个画过号里面 好 并没有去改变 我们这个原生的这个模型的值 那么每一个板定 它只能包含单个表达式 OK 为什么说不能是语句 其实一个语句 比如说负值这块 它就是多个的 比如说在这里 如果我们写个VA 等于E 这样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表达式 这是一个语句 为什么呢 首先 它会先声明 一块内存空间 好 声明一个内存空间 比如说 给这个内存空间 给一个标识 是什么 是A 好 也就是说 这个内存空间 我们要来存储一个变量 那么给了一个变量的内存空间 然后呢 给了一个标识是A 好 这现在是第一个表达式 然后第二个表达式是什么呢 给A 这个 这个内存空间 负一个值 它的值是E 好 那我像这样详细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 VA等E 它其实 在后台机制当中 在 在我们的Gioscript 和核心底层当中 它是至少做了两个 表达式运算 第一个是生命的变量A 第二个是给这个变量A 负一个值为1 也就是说 我们永远不会说什么呢 VA等于E 我们只会说 好 生命一个变量A 让它的值等于E 或者说 我们会说是 生命一个变量A 并且给A负值 负的值为1 OK 我们并不是一句话说说 VA等于E 一般才不是这样去说的 那么从这样的表达 我们就可以知道 好 它至少是两个表达式 那么我们就像这样来写 它是不可取的 OK 这是第一点要说明的 第二个 我们再看 流程控制 它也不可以 好 流程控制一般 我们可以改用三个表达式 像刚才的一个问号 这块OK 好 如果是真 那么就输出yes 否则就输出m 就刚才那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是用这个 if一句的话 它是不可以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 if 在这里了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它还 这里面这个OK 它已经是一个表达式 那么现在这个表达式 它的值 是真还是假 如果是真 它就执行这个里面了 否则它就不执行 它就跳过 对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已经是一个表达式 并且if 它是一个流程控制的话 它要索性判断这里的 那么已经执行了一个表达式了 那如果是真 它会执行里面的另外一个表达式 否则它会跳过 会执行后面的内容 那么它默认为 什么呢 一共后面还会有一个表达式 也就是说 只要看到if 它至少要执行两个表达式 所以呢 它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 讲到这里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GS表达式 可以直接用到花固号里面 但是 我们要注意 它的作用力 仅仅局限于 这一对花固号里面 作用非常的小 而且 它只能包含一个 单个表达式 一个表达式 单个表达式 一旦你超过了 那么对不起 它不执行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 只是一个表达式 我们甚至连分号都可以不用写 这就是我们的 JavaScript的表达式 咱们的表达式 咱们的表达式